看病如果忘了带健保卡的话呢 大部分这个医院诊所会要求你付押金 然后十天之内呢拿着健保卡去办理退费 但是很多人以为这个过了十天你押金拿不回来了 其实不然过了十天之后还是可以 你要到健保局去申请 六个月之内都可以申请退费 关号费是两百块那麻烦健保卡 不好意思我忘记带了 蔡医生忘了带健保卡 通常诊所都会要求看诊民众先付押金 再来办理退费这类情况常常上演 差不多有五分之一左右这样子 有些是掉了或者卡毁损的 但如果过了规定的十天 难道费用就拿不回来了吗 我不晓得没有经验 过期限就不能退了不知道 这次我就不知道 在就诊诊所或医院办理退费 只要在十天内带着健保卡和收费单据 押金就可以当场退回 但是如果超过了十天 还是有机会可以办退费 准备好申请单 收据正本和费用明细 到就医地点所属的健保局分局就可以办理 享用邮寄方式也可以 退款可以选择本人提领 也可以选择转账或是支票 只是最少得等一个月才能拿到钱 如果他超过十天 原则上他可以在就医后六个月内都可以来跟我们做自电这个费用的合退 我们担心验手也进来申报 然后你又过来合退 因为我们通常会相互勾计 所以可能会大概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因此健保局建议还是尽量在十天内到看诊 低点半退费 如果真的过了期限 想拿回押金 不止手续麻烦 恐怕还得多花你时间 专层黄定谭鲁 台北三文报道